好 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位人物是电影录音师杜独之 他上山下海超过30年的录音生涯 早就是台湾电影史上的一夜传奇 而最近又有影评人把他的电影人生写成了书 希望让一些有心从事电影工作的年轻人 了解到幕后工作的辛苦 这是即将上映的电影《次灵》 里头震撼刺激的音效就是来自杜独之 同样也是芯片 迷红星音效风格却是温馨而平静 这也是杜独之的作品 不论是去年为国片注入《强星记》的海角七号 还是杨德昌早期的佳作《孤灵街少年事件》 这些电影幕后的大工程都是音效大师杜独之 我们跟各种不同特质的导演合作 以我一个专业的人 我就是要把每一种口味的作品都要做得很好 18岁进入《中影》后 杜独之展开了电影录音之路 他对于声音的严格要求和凡事一定做到最完美的态度 打动了不少导演 1989年侯孝贤以悲情成事 拿下了威尼斯影展金师奖后 就自掏腰包 送了他一套一百多万的设备 要他让台湾的电影走上国际 杜独之跟我一样是牡羊座 所以是爬爬罩的 到处去热情 所以我感觉这其实 人家整个讲起来 现在台湾局最需要的就是热情 杜独之和无数导演合作过 作品类型更是横跨商业片 艺术片和纪录片 经历过台湾电影的起起落落 即使在国片最艰困的时候 他依然坚持要把工作室设在台湾 不去大陆 就是希望为国片培养人才 当时很多人就叫我说 你去大陆 大陆那边有的是机会 但是不行 因为我假如去那边开了 那台湾这些朋友他们怎么办 三十多年的电影生涯 杜独之一共拿下了七座金马奖 也得过坎城影展高等技术大奖 影评人张静辈把他的经历写成了书 希望让有心投入电影工作的年轻人 看到前辈的付出 也得到相对的启示 记者索杨吴家宝台北报道